身后出现的怪声把女人吓得愣在原地 当她顺着声音走过去才发现竟是石头发出来的 好奇的女人只是抚摸了一下 没想到竟从1945年穿越到了1743年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梅林有点紧张 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早已穿越到了古代 虽然依旧身处在巨石镇之中 但细微的观察下还是跟原来有点不懂 现在的梅林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等来到路边的时候 她才发现自己的车竟然凭空消失了 她回忆了一下放车的地点 自己都感觉到有点蒙泉 无奈之下梅林只好徒步往家走 可树林中突然传出的枪声吓了她一跳 只见几个穿着古装的士兵正在追赶逃犯 梅林还以为是哪个剧组在这里拍时代剧 就在她探头看热闹的时候 士兵突然朝她就开了一枪 这可把梅林吓到了 没想到现在拍个电视剧都是真枪实弹 就在她逃到河边的时候又撞到一个红衣兵 但这人的长相让梅林愣在当场 因为她长得太像自己的丈夫了 梅林赶紧询问丈夫穿着奇怪的衣服在这干嘛 梅林才突然发现自己认错人了 因为丈夫根本不会用这样陌生的眼神看看 梅林急忙追问男人是谁 对方这才说自己是第八龙骑兵的队长兰德 听着这个名字梅林被吓到了 因为她记得自己那个搞历史的丈夫曾说过 兰德是18世纪一个残暴的军官 对比刚才和现在看到的一切 梅林终于意识到自己穿越了 就在她想逃跑的时候 兰德突然冲过来拦住了她的去路 看着梅林怪异的穿着和漂亮的长相 兰德正想对她干给坏事 没想到突然跳下来一个人救了梅林 等二人躲到树后的时候 一对红一兵正好经过 为了不让梅林的声音惊动了他们 男人拿出武器就敲晕了她 再次醒来的时候 梅林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是男人的小屋 看着这些长相凶神恶煞的人她害怕极了 不过幸好他们并没有要把她怎么样的意思 只是怀疑梅林和兰德是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是一群和红一兵对抗的苏格兰勇士 所以担心梅林是个卧底会害了大家 最后经过头目的一番询问才知道她只是个路过 但现在他们也不会让梅林走 而是必须等他们绝对安全才会放她 可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离开这里的时候 其中一个叫杰米的小伙 因为手臂脱臼不能骑马 大家商量着用蛮力给她掰过来 但梅林知道他们这么做只会费了杰米的手 因为自己曾经当过护士 所以自告奋勇救治她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梅林用学到的中医正骨手法 瞬间就把脱臼的部位置好 在大家惊异的眼神中 杰米说自己竟然一点不疼了 随后她要来一条腰带 再把杰米的手臂固定 做完这一切后 大家都对梅林有了些许的改观 随后一行人准备尽快赶路 因为兰德一直在率领英格兰的士兵追杀他们 所以要赶在被包围之前逃出这里 梅林就这样被安排在杰米的马上 开始了两天两夜的逃亡生涯 但他们走到一个大山前面的时候 梅林突然想起丈夫曾经说起过这座山 历史上记载这座山在17和18世纪的时候 经常有英格兰士兵巡逻 所以他把自己知道的这个消息告诉了杰米 听着梅林对他的描述 杰米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埋伏他们的最佳地点 于是他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头领 而头领因为梅林之前救治杰米的举动 所以选择相信了他的话 接着头领让所有人散开 杰米也把梅林推下马让他藏起来 没想到刚越过河流对面竟真的出现很多英格兰士兵 幸亏梅林的警告让他们提前做好的准备 这才不至于让打个措手不及 而梅林眼看双方正在混战 急忙撒鸭子就开溜 但在树林迷失方向的他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被古代战士杰米拦住 梅林现在只想回到巨石正想办法穿越回到现在 但杰米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根本不会放他离开 就这样梅林试探了几次 最终还是跟着杰米去找一群苏格兰勇士会合 为了早点脱离红衣军的追捕 他们一群人日夜不停地赶路 但是坐在杰米马背上的梅林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果然下一刻杰米就从马背上摔了下去 经过梅林一番检查 这才发现杰米白天的时候已经被火枪击中 学过护理的他一眼就看出伤势并不是很多 只要包扎伤口消消炎就好 可这些古代人听不懂他说的消炎是什么意思 梅林只好解释是细菌感染 然后他就让人去拿点酒过来 古代人又懵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梅林又解释说酒精 众人还是不懂 这时其中一个反应过来 赶紧拿出自己的酒壶递了过去 经过梅林的一顿操作 杰米总算醒了过来 处理完伤口 他又朝众人要一条无菌的绷带 大家再次沉默 因为梅林说的东西他们听都没听过 无奈之下 梅林只好撕下自己的裙脚 然后用酒消毒 这才算保住了杰米的小命 而杰米也非常感谢梅林的救命之恩 不久后 一行人终于来到他们的老巢 李氏城堡 在这里生活着一群苏格兰人 为了躲避英格兰人的迫害 他们这才团结在一起进行反抗 可对于梅林这个英格兰人来说 在这里肯定不会受到欢迎 幸好有杰米为他解释 一场误会 来到城堡以后 梅林正准备帮杰米换药 这才发现他的身上 竟然变故了被鞭子抽打过的疤痕 梅林不敢相信什么人会这么残忍地对他 杰米这才开始为他讲述经过 当初老实本分的杰米 和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突然某天一队英格兰士兵来到了他们小镇 听到惨叫声的 他赶紧回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当发现妹妹正被人欺负的时候 愤怒的他赶紧冲过去教训二人 虽然杰米的战斗力爆表 无奈只能束手就擒 残忍的兰德为了羞辱他 竟然当众撕烂了他妹妹的衣服 随后又把杰米吊起来抽打 可见兰德这人有多么的残暴 幸好在族人的帮助下 杰米被解救了出来 但他的家人却因此遭遇了不幸 听着杰米的讲述 梅林作为一个现代人 真不敢想象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们是有多么艰难 虽然他很同情杰米 但现在的自己何尝不是陷入了困境 此时的梅林穿越到古代没人知道 而他的丈夫还在漫无目的地寻找 在这里他不敢把自己是穿越人的身份说出来 生怕被人发现后当作怪物研究 杰米不知道梅林为什么这么伤心 所以只能尽力地安慰他 临走的时候杰米又告诉他 过不了多久这个城堡的领主就会召见梅林 希望他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随后身心疲惫的梅林就沉沉了睡了一天一夜 负责照顾他的妇人端来一碗肉汤 又为他准备了洗漱的用品 因为一会领主要见他 所以现在要好好打扮一下梅林 女人的衣服刚被脱下来 就把眼前的老妇人震惊到了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内衣 对于梅林这个穿越者来说可能见怪不怪 但古代的女人还是不能接受 把这样的小补片穿在身上 为了能够让梅林去见领主的时候 展现出足够尊重 老妇人特意帮他安排了一身 他们那个时代的服装 其繁琐的过程刷新了梅林对穿衣服的认知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他非常满意 因为梅林漂亮的脸蛋再搭配上这件古装 真是美得让人窒息 随后在仆人的带领下 梅林来到了领主的房间 她正在四处打量着这些古代人书房陈设的时候 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引起了她的注意 看着上面的日期梅林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从1945年穿越到了1743年 就在这时候一个螺圈腿的男人走了进来 梅林知道她就是这个城堡的领主 本以为对方会表现得非常威严 但恰恰相反的是领主对她相当和蔼 当问到梅林身份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丈夫曾经说过的话 在不了解对方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底细说出来 想到这里梅林编造的自己是一个寡妇的身份 因为在去投靠法国远亲的路上 突然遇上了红一军的兰德队长 幸好有领主的人救了她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梅林编造的谎言没有引起领主的怀疑 而且对待客人她也会满足一些小小的需求 现在梅林只想回到那个巨石镇 然后再想办法穿越回去 所以梅林请求领主可以派人送她回到那座山上 这个小小的要求领主当然会答应 不过要等到五天以后 他们的人才会前往那里 所以梅林还要在这里待上几天 到了晚上的宴会上 梅林也被受邀参加 虽然白天领主没有怀疑她说那些话的真假 但在餐桌上却不断地用酒的产地测试梅林 因为在领主看来 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树林之中 这件事本就不同寻常 最终在梅林的各种解释中 领主还是看出了她在说假话 不过因为这么多人在场并没有拆穿她而已 而梅林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她现在非常担心如果这五天再说错话 自己的小命都有可能丢在这里 为了能够顺利地穿越回去 她现在必须想办法在这里找到一个信任的人 而最好的人选就是她曾经救治过的杰米 于是她拿着食物和绷带 就来到了杰米工作的马厩 在两人交谈中梅林得知 原来杰米是一个被英格兰人通缉的罪犯 这种欲加之罪让她一直躲躲藏藏的生活 幸好这里的领主和领主的弟弟是杰米的叔叔 在他们的保护下杰米改名换姓才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不过他是罪犯的这件市领地内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告诉梅林足以说明了杰米对她的信任 也可以间接地理解为她对梅林的好感 杰米的态度让梅林的内心多少踏实了一眼 可就在她离开这里的时候 竟然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梅林质问她是谁安排监视自己的 这人也不狡辩直接就说是领主的弟弟 随后她就找到二当家的询问为什么 原来他们一直在怀疑梅林是英格兰人的见底 所以才会安排人监视她的一举一步 梅林知道她现在的处境更加凶险 所以必须依靠自己穿越者掌握的知识来度过这次的难关 挑凉水下去瞬间就让女人精神抖擞 这就是古代人洗澡的苦恼 而从现代穿越过来的梅林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方式 她不知道自己还要被困在这个城堡多久 当初这里的领主说好的只待五天就放她离开 可真等到这天的时候又突然变广 因为领主觉得她可能是红异军间谍的事情还没查清楚 如果真放她离开可能会波及到她的领内 梅林被这个出而反而的领主气个半死 可虽然生气但她还是得按照领主的要求去做 因为自己在现代的时候是一名护士 卢特的治疗手法是他们这些古代人从没见识过 所以领主要求她成为这里的医生 直到梅林的嫌疑彻底被洗清才会放她离开 就这样 她暂时在城堡内被监视了起来 梅林幻想着把自己穿越的这件事告诉她的贴身仆人 但这违背逻辑的穿越方式怎么能让一个古代人接受 你说你是从1945年穿越到1743年的现代人 但仆人却说你是一个得了精神病的女巫 而且还要告诉领主把梅林处死 这可把梅林吓得够强 幸好这一切都只是幻想 梅林再也不敢产生把自己穿越者身份告诉别人的想法 既然要在这里长期的治病救人 那她现在的医术肯定不行 毕竟只是一个护士出身 如果处理伤口和小感冒那是她的强项 遇上难缠的病那她就没办法了 所以现在需要多学习点古代治病救人的方法 不久后 梅林就进入了状态 不断地出现在周围村民的家中行医 但就在这天的时候 一个村民的儿子在昨晚去世 梅林正难门为什么孩子生病了不找他 仆人赶紧告诉他 那人的孩子是被恶魔附体了 这种情况找医生没用只能去找神父驱魔 周围的人也对仆人的话深信不疑 但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梅林来说 他根本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这天梅林正在用中医的手法帮领主按摩 他趁机询问了被恶魔附体的这件事 领主告诉他不要去掺和这件事 因为那个小孩去了一个被诅咒的黑暗之地 这才被恶魔附体后夺去生命 可梅林觉得他说的话更不靠谱 所以只能等有机会了再去调查 今晚是城堡的一场音乐会 梅林也兴致勃勃地过来参加 这是一个女孩刚好坐在了她的旁边 从她看杰米的眼神中梅林知道 这个女孩肯定是喜欢她 而杰米看到梅林也在这里的时候 就赶紧坐到了他们二人的中间 音乐会正式开始以后 心怀鬼胎的三人根本没兴趣听 女孩想尽办法极力讨好杰米 但杰米却一直追着梅林聊天 这让女孩感觉非常的尴尬 看着二人聊得火热 女孩也有点吃醋 自己一个大姑娘竟然比不上梅林这个寡妇 音乐会还没结束 杰米以梅林喝醉了 唯由就要送她回去 临走前还把自己的杯子交给女孩处理 这可真是完全没把女孩当一回事 已经有些微醺的梅林刚被送回来 杰米就准备要离开了 但梅林突然叫住她 两人接触了这么多次 已经有了些许的好感 所以梅林已查看伤势的借口 想多跟杰米聊聊天 而杰米也看出了梅林的想法 顿时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有点暧昧 但这时梅林却突然想起了 自己那个身在1945年的丈夫 所以赶紧叫停了杰米接下来的动作 而杰米也只能幸幸地离开 次日梅林正在山上采摘草药 突然听一个女人说 自己仆人的外甥也被恶魔附体 梅林想趁着这次机会调查一下 到底背后隐藏的什么秘密 小男孩只是偷了一块面包 就被人把耳朵钉在了木桩上 这让在楼上看着的梅林感到一阵打寒 她没想到在古代只是偷一块面包的刑法 就这么严重 一旁的女人告诉她这已经法外开恩了 如果换作平时神父 会直接要求砍掉小孩的一条手艺 梅林感觉这样太残忍了 可这就是古代刑法不完善所导致的 对于她这个从现代穿越过来的人来说 肯定是无法接受这样的酷刑 就在她跟杰米离开的时候 看到小男孩依旧被钉在枷锁上失重 梅林本想请求杰米帮帮她 但杰米却说她自己能离开 因为小男孩的惩罚时间早就过了 只要她自己用力让钉子从耳朵上伤过去 就可以挣脱离开了 显然小男孩并没有勇气去那么做 梅林不想看到这样残忍的画面 所以请求杰米去帮帮她拔出钉子 而杰米虽然没有回答她 但还是慢慢走向了小男孩 她故意看了一眼梅林后 就要帮着小男孩用蛮力挣脱 梅林被她这个举动吓得直接晕了过去 杰米刚好趁着小男孩分神的时候拔掉钉子 等小男孩离开以后梅林才反应过来 杰米这是故意在耍着她玩 不过她还是非常感谢杰米能出手 现在对于梅林来说 最棘手的事就是村里小孩被恶魔附体的传言 受过高等教育的她并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 于是她不听别人劝阻 来到了被附体男孩的家中 梅林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男孩已经这么痛苦了 为什么还要绑着她 梅林想帮忙解开绳子缓解男孩的痛苦 但家人却认为她被恶魔附体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坚持不让解开 无奈梅林只能先查看男孩的病情 心率很慢再加上瞳孔收缩 梅林非常确定男孩肯定是中毒引起的 她想知道病人这几天有没有吃什么陌生的东西 没想到男孩只是说了一句别靠近我 就吓得家人以为恶魔在说话赶紧躲开 梅林知道她这是中毒后产生了幻觉 正在她想解开绳子缓解男孩痛苦的时候 神父就带着人突然闯了进来 梅林被吓得躲到一边 只见神父刚进来就开始对着孩子施法 就好像这样真的能驱赶恶魔 梅林知道得不到治疗 男孩肯定会在痛苦中死去 她请求家人赶紧让神父停止这荒唐的做法 但在他们心中已经认定孩子就是被落寞附体 他们坚信神父可以帮助孩子康复 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梅林的好意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男孩还要承受神父不断地在身上撒手 梅林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落寞地离开 为了能让大家相信科学 梅林想找杰米帮忙去查清事情的真相 可刚一回到城堡 她就看到杰米正在跟一个女孩在一起 这一幕让梅林的醋意大起 晚饭的时候 她就故意针对杰米开始找她 而杰米也从她的话中感受到事情的起因是那个女孩 杰米本想踩她的脚提示她给自己留点面子 但梅林故意用力一踢让她出镜阳相 旁边人问她这是怎么了 杰米只好说自己不小心咬到舌头 为了避免再次被梅林戏耍 杰米赶紧找理由离开了酒戏 次日为了讨好梅林 杰米只好陪着她来到恶魔之地调查 村子里一直传言来到这里的小孩都会被恶魔附体 梅林想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 会让那些孩子再不知不觉重重 杰米虽然小时候也来过这里 但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只知道当初为了锻炼胆量 他们在成年以前都会来到这里试探 而且在这里能够找到好吃的浆果 杰米的这句话引起了梅林的警惕 她猜测这个浆果或许就是元凶 因为在梅林穿越到古代之前 就曾在书上看过这是带有剧毒的幽谷版 古代人会把这里当作恶魔之地的原因 可能就是误服了这种植物 并不是人们口中所说的被恶魔附体 查到事情的真相后 梅林立刻就来到了中毒的小孩家中 此时的神父还在努力地驱魔 而梅林赶紧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她的仆人 但一旁的神父听到以后却说她这是蛊惑人心 梅林想上前帮男孩解读 但神父却拦着说什么都不让过去 幸好男孩的家人相信梅林 她不顾神父的威胁坚持让梅林去尝试一下 这才让男孩得到了一次救治的机会 但梅林现在的内心也非常紧张 她不知道自己熬制的药汁能不能起到作用 毕竟自己也不是专家 用药的剂量什么她都不能把控 现在只能等待天意 就在大家都紧张到窒息的时候 男孩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她得救了 但一旁的神父却不高兴了 她感觉自己的职业遭到了质疑 甚至在临走前威胁梅林 日子还常咱们走着瞧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 梅林在城堡的作用就更大了 相反的领主放她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让急于想穿越回去的梅林非常苦恼 其实她现在也在纠结一件事 如果再次去触摸巨石 到底能不能穿越回去 万一不小心到达中世纪或者罗马帝国时期 那自己的小命会不会瞬间交代 没想到这个答案 她竟在接下来的歌词中找到 由于梅林不懂苏格兰语言 杰米专门为她翻译了歌词的意思 传说一个女人出现在一个巨石的旁边 当她触摸到巨石的一瞬间 竟然穿越到了一片遥远的土地 那段时间的她和一群陌生人生活在一起 后来他们成了我的爱人和朋友 但在某一天我又触摸了巨石 没想到竟然穿越回了我的时代 梅林听完杰米的翻译瞬间懵了 因为这个歌词内女人的遭遇跟她完全一样 现在的梅林正处在穿越后的尴尬境地 通过歌词结尾的部分她明白 只要自己再次触摸巨石 那她就可以回到1945年 或许自己就不是第一个穿越的人 她开始想象自己穿越回去以后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丈夫 梅林的心情在这一刻突然变得轻松 只要想到自己真的可以穿越回去 梅林就压制不住自己想要离开这里的想法 为了摆脱一直监视自己的两个人 她开始利用小朋友们熟悉地形 很快梅林就在附近找到了两条可以下山的小路 而且在和小孩们玩耍的时候 她已经在必经之路上做了记号 现在只要等到时机成熟 她就可以逃离这里 为了能够计划顺利进行 梅林先是来到马就以打猎的借口 挑选一批温顺的马匹 然后又存下了几天都吃不完的食物 做好万全准备以后 今晚就是她逃离这里的绝佳机会 因为城堡要举行对领主的宣誓效忠仪式 到时候所有的战士都会来到大厅 只要梅林能甩开监视自己的那个人 那她就能够顺利地逃离这个城堡 就这样 她观看了古代人宣誓的开幕式 随后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就想偷偷地离开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个监视她的人这么复杂 到这时候了还在盯着自己 无奈梅林只好以庆祝仪式为用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酒自己先喝了一口 而监视她的那个人也没多心直接开喝 但她没注意到梅林已经偷偷把酒吐了出去 因为这瓶酒里面已经被她下了药 用不了多久男人就会昏昏沉沉地睡去 处理完所有的步虑以后 梅林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可就在她去偷马的时候 竟然被守卫马舅的杰米发现 当她知道梅林想要逃离这里的时候 杰米知道靠她自己一个人根本逃不出去 所以考虑过后她决定亲自带着梅林离开这里 但还没走出去多远 他们就被一对卫兵发现 而梅林的第一次逃跑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身后出现的怪声把女人吓得愣在原地 等她反应过来才发现是一头野猪起来 幸好有人一枪击毙了这头野兽 不然梅林肯定命丧当场 作为穿越而来的现代人 梅林终于知道古代人为什么都不偿命 因为他们只是出来打个猎都能把命搭上 而自己作为随对的医生竟然不能救死扶伤 这让梅林非常的自责 回去的时候虽然带着丰厚的战利品 但因此让一人失去生命 还是让他们的心情非常压抑 二当家为了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当看到有人在打球的时候 立刻就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战斗 他奔放的打球风格也激发了杰米的好胜心 两人互不相让地开始了激烈的对抗 这让一旁观战的梅林看得非常紧张 这些古代人哪里是在打球分明就是在打 最终经过数回合的交锋 最终还是年轻力壮的杰米赢下了比赛 不久后梅林迎来了自己第二次的逃跑机会 因为二当家的邀请他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去收租 这样一来梅林就有机会路过那个巨石镇 到时候就可以趁人不注意偷偷过去抚摸巨石 没准自己就能穿越回一九四五年 就这样梅林带着满满的期待开启了这趟环领地旅行 在半路临时休息的时候 他认识了队伍中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古代人 这人是领主专门安排过来记录收租的 就在二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他咳嗽的频率让梅林察觉到了不对劲 经过一番询问 梅林断定他可能患上了哮喘 接着他在自己的行李内拿出一样东西 这是曼陀罗花的碎叶 梅林帮着把碎叶装进老人的烟斗 然后亲自帮他点着 没想到只是吸了一口就立刻止住了咳嗽 清凉的感觉让老人感觉到非常舒服 梅林的好心换来了老者的幸运 他们一路上聊着天南地北 这让队伍中梅林这个唯一的女性不再寂寞 就这样 队伍走走停停一直在向梅林预想的地方前进 不过作为一个英格兰人 梅林还是经常受到这些苏格兰人的排挤 他们会故意在他面前说些不堪入目的故事 而且还会拿出吓人的食物为难他 他们嘲笑梅林根本不敢吃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敢怒不敢言 幸好杰米递给他一块饼 这才不至于让梅林饿着肚子 而且杰米也看出了他想要找机会逃跑的想法 因为上次自己没能帮到梅林 这次如果他要跑杰米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帮忙 不久后 他们就来到了需要收租的第一个村庄 正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梅林就独自一个人在村子里面溜达 看他这么无所事实 一位妇女邀请他参与到他们的工作之中 梅林好奇地跟着他来到村里妇女的聚集地 只见他们拍着桌子唱着歌好不快活 不过当听到梅林向他们打招呼的时候 明显感受到自己英格兰的口音并不受欢迎 随着一整块羊毛布被拉上桌子 有人立刻就在上面撒上叶底 刺鼻的味道让梅林好奇那是什么 妇女告诉他这是新鲜的尿液 因为这样能让步上色更快 虽然梅林感到难以置信 但随着大家有节奏在桌子上打 他们也开始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 欢快的气氛让梅林忍不住加入了进去 他一边学打鼓一边学唱歌 很快就融入了这群朴实的妇女之间 女人刚想在屋里方便一下 突然一个古代人就闯了进来 她还没来得及尴尬 男人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因为没人知道梅林是从现代穿越而来 所以她的身份受到了这些古代人的怀疑 不管走到哪里都必须受到他们的监视 没想到只是离开了一回 这些人就不依不饶 就在这时村子里的一个男人站了出来 他询问梅林是否受到了这些人的威胁 还没等梅林回答 麦肯齐家族的人就不干了 没想到这么一个矛头小子敢质疑他们 眼看一群人就要围上来 男人看了看梅林只好兴兴地离开了 而麦肯齐家族的人不知道 男人刚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穿上了一身红衣军的衣服 等梅林跟着他们启程继续去下一个村落收租的时候 危险已经开始慢慢向他们靠近 一路上他们不仅向村民收租 而且到了晚上还会利用杰米后辈的鞭商骗取钱财 梅林觉得这些人就像一群强盗 当他们端来食物的时候 梅林觉得这是在那些穷人身上抢来的 所以坚决不吃 她的这句话也惹恼了这些人 就在男人拿剑底在他面前的时候 杰米赶紧出来打圆场 这才让梅林没有受到伤害 随后杰米又找到他 告诉他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 而且他们麦肯齐家族的人并不是强盗 杰米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因为他发现这些收租得来的钱财竟然有一笔暗仗 梅林觉得是家族的二当家私吞了这笔钱 不过对方并没有向他解释 因为在晚上梅林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原来这笔钱是用来帮助他们苏格兰国王东山在启用的 他们这些高地人自己舍不得赤穿 就为了把他们被英格兰占领的土地夺回来 但梅林突然想到 他曾在丈夫那里听说过这场1746年的历史 即便这些苏格兰人团结在一起 也并没有帮助他们国王重新掌权 而且在那场战役中很多的高地战士都命丧于此 一直到1945年都能看到石碑上刻者的混藏部落军 而旁边的一个就是麦肯齐家族战士的石碑 梅林没想到自己现在跟随的部落 就是当初那些为了自由付出生命的战士 此刻在他的眼中已经不认为这些人是一群强盗 反而为他们将来的失败非常可悲 或许是自己知道了历史的走向 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就在他们来到一个酒馆落脚的时候 旁边一桌不认识的人突然开始用苏格兰话调戏梅林 而梅林因为不懂他们的语言 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麦肯齐家族的人不干了 虽然梅林被他们监视 但也是他们麦肯齐的客人 所以就在梅林告诉老者 他们对抗英格兰会失败的时候 麦肯齐的人就突然跟那桌人打了起来 场面一时之间非常混乱 吓得梅林和老者躲在一边瑟瑟发抖 等麦肯齐家族的人胜利以后 不知道为何发生战斗的梅林统计了一下战争 三人嘴唇撕裂 两人鼻子破了 十二个人关节骨折 四个人牙齿松 正在梅林抱怨他们是一群野蛮人的时候 这是其中一个人才说打架全是他而引起的 因为那些人说了很多调戏他的话 他们为了捍卫梅林的名誉 这才跟对方打了起来 这个理由让梅林的内心非常自责 他没想到这些平时对自己态度不好的苏格兰人 竟然为了自己的名誉大打出手 这一刻的梅林真心被他们感动了 为了让这群人活下去 梅林本想改变历史告诉他们真相 但他的话却被首领怀疑他是英格兰的间谍 正在梅林被对方质问的时候 突然一对英格兰士兵出现 首领刚想拔剑 但对方人数众多 他最终放弃了反抗的想法 红一军的队长正是上次想帮助梅林的那个人 因为当时自己一人能力有限 所以这次他多代点人再次询问梅林是否遭到苏格兰人的血过 梅林知道自己的身份虽然受到猜疑 但这些苏格兰人确实把他当成客人对待 所以拒绝了军官的好意 本以为对方能因此离开 但军官却说他们的指挥官想要见梅林 无法拒绝的二人只好跟着他们来到红一军的营地 在这里虽然苏格兰人不受到欢迎 但作为英格兰人的梅林受到了特殊的对待 不仅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而且还答应要把梅林送到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巨石镇 因为只有去到那里梅林才能想办法穿越回到现代 但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闯进来 他就是当初梅林刚穿越到这个时代遇上的第一个人 他就是第八龙骑兵队长兰德 当初梅林就差点在野外被他上一课 幸好苏格兰的战士救了他 梅林这才流落到了高地步入 但是这样的话他的身份就遭到了兰德的怀疑 等所有指挥官走后 梅林的内心开始慌了 别看他现在正平静的刮胡子 但这人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而且梅林知道 他的剃须刀正是自己丈夫的那一把 通过观察他明白兰德肯定是自己丈夫的祖先 即便梅林想要套近乎说自己是他后代子孙的媳妇 兰德也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从他对待下属的这一幕梅林就知道 落在他的手中是梅林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现在的兰德只想知道梅林的真实身份 为了能够骗过这个禽兽 梅林深情并茂地编造了一个谎言 甚至眼细眼的自己眼泪都流了出来 但没想到兰德这么难缠 梅林的谎言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就在梅林认为自己即将被他扣下的时候 兰德突然提出一个条件 只要梅林答应做他的卧底潜伏在苏格兰人中通风报信 那他现在就可以放梅林走 这个条件虽然诱人 但梅林还是拒绝 因为他现在只想回到巨石镇 兰德看梅林决心一定也就不再说什么 于是他把自己的卫兵喊进来 梅林还以为他这是要放了自己 刚准备说些感谢对方的话 没想到兰德一拳就把他打倒在了地上 而且还让卫兵过来踢他 不想打女人的卫兵本想拒绝 但他也惧怕这个心狠手辣的伤子 最终只能按照他的要求 踢了躺在地上的梅林 就在这时 苏格兰德首领冲了进来 看到里面的场景他愤怒了 他扶起梅林就想带他离开 如果兰德阻拦的话 那他们现在就跟英格兰人开战 这句话总算是让兰德稍微忌惮了一些 因为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 不过他想带走梅林可以 但在明天日落之前必须把他送回来 因为梅林现在是他们英格兰的罪犯 如果苏格兰人明天送不来 那他就有正当的理由说他们窝藏罪犯 到时候大家只能战场上见 就这样 在首领的帮助下 梅林总算摆脱了兰德这个恶魔 为了保命他不得已听从了苏格兰麦肯齐家族副统领的建议 嫁给一位苏格兰的战士 这样他就能成为苏格兰女人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兰德也就无权到苏格兰的领地去抓捕梅林 就这样 跟他接触最多的杰米成为了信任 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迎娶的新娘 竟然会是一个从20世纪穿越而来的女人 梅林问他会不会嫌弃自己不是一个完毕之身 杰米的回答也足够用心 竟然撒谎说自己也不是 两人简单的对话算是敲定婚约 可是距离婚期只剩一天时间了 为了让梅林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 杰米让自己的族人兵分三路去做准备 第一个就是去请一个牧师主持婚礼 但这家伙却已提前三个星期宣读结婚预告 拒绝明天去主持婚礼 但兰德对梅林的抓捕迫在眉睫 他们根本没时间等三个星期 可即便他们用武器威胁牧师 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最终还是副统领答应送他一处房子 这才让牧师决定明天去主持婚礼 第二路有两个莽夫去找铁匠去打造一个戒指 而且要用杰米提供的钥匙为原材料打造 更苛刻的条件是 钥匙插进所内的那部分要保留 而且顶端的部分也要保留 并且今天就要做好 这几个要求让铁匠以为他们在故意找他 幸好他们掏出了足够的报酬 这才搞定了铁匠 第三路就是新娘的婚纱 这次由组里的会计出马 来到了一个封月场所寻找 因为这里肯定会有他们需要的群 但这里的女人说话让会计都有点把持不住 幸好一个妈妈拿着一件裙子过来救场 这件裙子是一位侯爵迪亚在这里 如果会计想拿走就要付出足够的报酬 这件裙子让会计非常满意 虽然她的任务圆满完成 但自己也被迫留下了点东西才离开 她是生活在1945年的高材生 如今却要嫁给一个1743年的战士 两个不同时代人的结合 让梅林穿上了苏格兰18世纪最漂亮的婚纱 但是这场婚礼并没有让她感到幸福 因为这意味着梅林要摘掉1945年丈夫送她的婚件 而这个选择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梅林穿越到古代以后 受到了英格兰骑兵队长兰德的通缉 为了保命她不得已听从了苏格兰麦肯齐家族副统领的建议 就这样 在杰米的努力下 梅林和她举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婚礼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入洞房了 可没有爱情的婚姻让二人都表现得非常尴尬 为了节目能进行下去 他们决定喝杯酒缓和一下气氛 但紧张的梅林竟然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 杰米当然不知道她这是怎么了 因为现在梅林的内心中非常纠结 自己在1945年的现代还有个丈夫 如今这个情况让她非常自责 但为了活命梅林也只有这一个选择 就这样二人对视了很久 梅林终于抛开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 决定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 但就在二人即将亲吻在一起的时候 梅林却让杰米讲讲她的家人都有哪些 在这个时候说这些 真是在考验杰米的耐心 可不愿违背梅林意愿的她还是说了起来 这一讲就持续到了后半夜 而梅林也对这个新配偶有了更多的了解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开始慢慢变得放松 但这也苦了外面听声的家伙 忍无可忍的二人直接冲进房间 让他们快点进行 杰米为了不让梅林尴尬 赶紧把这两货轰了出去 他们的这出闹嘴 终于让梅林意识到是时候了 接下来就到了小编自己观看的环节 至此快快乐乐的二人 就这样持续了一整晚的时间 当初妻子无缘无故地失踪 丈夫急得满世界地寻找 她埋怨警局办事不力 可人家说她是不想接受 妻子跟人跑了的事实 为了能尽快找到梅林 她重金悬赏寻找妻子线索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都没有任何消息 朋友告诉她梅林失踪那天河水上涨 在她返程的时候有可能被冲到了下一 由于又累又饿 只能找个山洞暂时住下 再加上对陌生环境的不了解 让梅林不小心一路 这才知道现在都没有回来 朋友牵强的解释让丈夫非常无语 心情烦闷的她只好来到酒吧消遣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来到身边 她告诉丈夫说有她妻子的消息 接着就拿出那张悬赏的寻人启事 丈夫赶紧追问她自己的妻子在哪 女人故意卖关子 让她晚上十二点到指定的地点才会说 就这样 她按照女人的要求来到了这里 可等她追问妻子行踪的时候 两个男人突然冲出来 就要让她把赏金交出来 拥有骑兵队长兰德残暴基因的丈夫 立刻就拿出一个小锤开始反击 她瞬间就击倒了两个想要抢劫的混混 但已经占据上风的她并没有停手 而是不断用锤子敲击对方的要害 这可把一旁的女人吓坏了 她本想拦住疯狂的丈夫 但自己也遭到残忍的对待 幸好丈夫及时停手 这才不至于酿成大火 回去以后 朋友劝她不要再找下去了 因为如果梅林如果活着肯定回来 她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也不是办法 朋友的劝告起了作用 丈夫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就准备离开高地 但妻子的行李她却留在了这里 因为在她的心中还在抱有一丝的希望 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此时的梅林正在跟刚结婚的古代丈夫逍遥快活 朋友家的庸人想把自己知道的一个传说讲出来 但朋友却不想因为这个虚无缥缈的迷信 让丈夫对梅林还抱有任何的希望 但两人的对话却被前来告别的丈夫听到 她非常想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 就这样 庸人把那个巨石阵的故事说了出来 传闻只要在特定的时间 那块巨石就会出现穿越时空的能力 具体穿越到哪个时期她并不清楚 但是传说每个穿越过去的人 最后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穿越了回来 有人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梅林或许就是穿越了 但丈夫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传说 就在她开车离开这里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存有巨石阵的方向 此时不相信传说的她 最终还是选择过去看一看 同时另一边的梅林 因为跟着解笔外出执行任务被留在了树林中 无聊闲逛的她突然看到了让自己穿越过来的巨石阵 此时梅林非常纠结 当初一心想来到这里穿越回去 但自从和杰米结婚以后她犹豫了 她担心自己的突然失踪会让杰米发疯 可以想到1945年的丈夫肯定也是这样的状态 考虑许久后 她还是决定回去寻找丈夫 男人对着石头大喊妻子的名字 没想到声音竟直接穿越到200年前被梅林听到 这一瞬间她激动地回应着丈夫的呼唤 虽然二人身处在不同的时代 但丈夫也听到了梅林的回应 可等她满怀期待地转过身 却并没有发现妻子的身影 同样的梅林来到石头跟前的时候 也只看到她当时穿越过来留下的披肩 她知道只要自己抚摸巨石就可以马上见到丈夫 可就在梅林即将碰到巨石的一瞬间 却突然被几个红衣军的士兵抓了起来 这一刻的梅林都要急疯了 因为只差一厘米 她就可以穿越回到丈夫的身边 而另一边的丈夫也有点懵 她以为刚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才会听到妻子的声音 落寞的她只好离开了这里 现在的梅林正在被抓去见兰德队长 面对丈夫这个残暴的子仙 梅林要如何才能逃出她的魔爪 为了救她出来 杰米带着族人身陷险境 经过一场恶战才把梅林从兰德手中救了出来 就这样 一群人马不停蹄地赶路才逃出红衣军的追捕 休息的时候杰米责怪梅林不听自己的话 但梅林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差点害死杰米和她的族人 没有说话和做主的权利 杰米也被她搞得非常无语 其实她这次不顾危险的营救已经足以看出她有多爱梅林 而杰米生气的原因就是 梅林怎么就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一想呢 看着杰米无可奈何的模样 梅林终于意识到刚才的自己有多么离谱 想要忏悔的她赶紧请求杰米原谅 回到族人落脚点的时候 梅林想跟大家道歉 但族人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理她 大家都故意选择无视了梅林的存在 杰米也看出了族人的意思 于是等梅林独自回到房间后 杰米也主动跟了过去 因为她要依照族规对梅林进行惩罚 但梅林觉得打屁股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于是在床上跟丈夫玩起了火猫猫 可她越是这样杰米更不能放过她 因为下面的族人们都听着 只有梅林接受完惩罚 大家才会重新接纳她 杰米对此也是毫无办法 就这样 梅林东躲西藏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 随着杰米有节奏的挥舞中 梅林也被抽得嗷嗷大脚 而外面的族人听着楼上的动静 也纷纷露出了满意的笑脸 次日 梅林刚一下楼 就被族人们询问伤势怎么样 看似关心 其实大家是在跟她开玩笑 年坏的会计也让梅林坐在自己旁边吃饭 但屁股有伤的她怎么可能坐得下 在族人们的嘲笑声中 梅林默默地站到了窗边去吃饭 不久后 他们一行人就回到了李氏城堡 当梅林和杰米推开大门的那一刻 城堡内的居民为他们二人的结合 送上了热烈的祝福 正在大家欢呼的时候 领主带着妻子也来到了大厅 对于杰米迎娶梅林这件事 其实领主并不赞成 本来她准备让杰米当自己的继承人 但由于她娶的梅林是一个英格兰人 这一下就让城堡内的苏格兰人不再支持杰米 她继承人的身份也将被取消 虽然杰米并不在乎这些 但她却非常在乎梅林的感受 因为自己打了她的屁股 记仇的梅林说什么都不让她上床睡觉 可怜的杰米就这样被轰了出去 隔天 杰米正在河边打发无聊的时间 一个女孩突然来到这里 因为她一直暗恋着杰米 对于她结婚的事情总是不能释怀 她不知道自己一个黄花大姑娘 为什么还比不了梅林这个广赋 说着就脱下衣服让杰米得到自己 但是看着这么诱人的女孩杰米并没有温险 因为她实在太爱梅林了 只能狠心拒绝了女孩的好意 回去以后 她用自己的圣剑发誓 再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梅林 这才得到了梅林的原谅 可就在二人上完婚后的第二节课以后 梅林突然在他们的床底下 发现一个挂着骨头的草 杰米脸色沉重告诉她 这是当地的诅咒 而且她知道这一定是白天那个女孩方 山里传出的怪声下的女人寒毛都立了起来 当她顺着声音走过去 才发现树上竟然藏着一个气银 等梅林抱起来才感觉到婴儿刚刚失去了生命 她不敢相信什么样的父母 会狠心把孩子扔在这里 正在梅林为此伤心的时候 杰米突然来到了这里 她告诉梅林这是一座精灵山 不管附近居民谁家的婴儿病重都会放在这里 因为传说这里的精灵有治愈一切的能力 虽然没听说谁家的孩子被治愈后送回来 但人们还是相信 他们的孩子肯定是和精灵生活在了一起 听完这个故事梅林才意识到 或许这个传说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能让这些失去孩子的家人好受一些 就在这件事告一段落后 杰米就跟梅林商量着想要摆脱自己逃犯的身份 这样她就能带着梅林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本想着找公爵起诉兰德队长还自己清白 但梅林曾经在自己现代的老公那里听说 历史上公爵和这个兰德私下的关系很好 就怕杰米去找公爵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梅林本想劝她放弃这个想法 但杰米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干 无奈梅林只好瞒着丈夫先来探探公爵的口风 可当她说出杰米要起诉兰德的时候 公爵却说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 因为她自认为没人知道她和兰德私下的关系 所以才要想尽一切办法包庇 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梅林是一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 而且穿越以前还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非常了解 当她说出公爵和兰德之间某些私密事以后 公爵这才感觉到眼前的女人不简单 再加上梅林还知道有人贿赂她大量的经历 担心事情败露的公爵赶紧答应会帮杰米把信带到伦敦 就这样 经过梅林提前的敲打 公爵对杰米的态度才不会那么差劲 但这老狐狸也不会为了帮杰米白白得罪了兰德 现在有一个家族因为对公爵不满提出了决斗 她想让杰米暂时做自己的示威 只要保证自己在决斗过后不出意外就行 但这个差势让杰米犹豫了 因为对面这个家族正好跟他们麦肯西家族是死对的 如果处理不好怕引起两个家族的混战 但公爵这个老狐狸却说自己会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杰米这才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很快就到了公爵的决斗日期 杰米代表他先做好了提前的准备工作 随后公爵拿着手枪和对方站在了对立面 随着公爵人宣布比斗开始 两人同一时间向对方开枪 但这么近的距离二人都没有受伤 原来他们私下已经商量好只是走了过场 并没有要对方性命的想法 可这样的做法让家族的年轻人不干了 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就在公爵拉着杰米离开的时候 对面的年轻人竟然拿着武器朝他们冲了过来 公爵见识不妙赶紧溜到一边 而杰米却被那人一箭刺伤 幸好他的剑术还算可以 经过一番激战打倒了三人 但杰米自己也因伤势过重倒在了地上 怕惹祸上身的公爵偷摸来到杰米的身边 检查一下伤势并不致命 这才信守承诺拿走了杰米对兰德的诉讼 话都没说几句就赶紧溜了 等杰米回去以后 梅林赶紧帮他缝合了伤口 但他贸然地出手伤了其他家族的三人 让麦肯西家族的领主非常恼火 为了避免事情进一步恶化 领主安排他出去躲一躲 可就在杰米离开城堡以后 梅林突然收到一封好友的求救信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可当他看到好友安然无恙的时候 梅林才意识到自己被人算紧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几个官差就以梅林会巫术的罪名抓了起来 就在他被带走的时候 透过球车的窗户梅林才知道 原来是跟他抢夺杰米的情敌陷害他 如果他们的罪名成立将会立刻被施以火星烧死 而陷害他们的幕后黑手 正是想和梅林争夺丈夫的珍妮 在审判的期间 珍妮装可怜说是梅林利用巫术抢走了杰米 但这是在中世纪的欧洲 只要你说的够离谱他们就敢相信 珍妮的发言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随后又有一个女人出庭作证 原来那天梅林在树林中看到的弃鹰就是她的 本来人家想让精灵拯救重病的孩子 可梅林却在这时候突然出现 她认为肯定是梅林失了魔咒 才让精灵没有拯救孩子 女人的话很快引起大家的共鸣 越说越愤怒的女人冲到梅林的面前 就想手撕了她 幸好会计给拦了下来 梅林本想解释自己是在帮孩子 可这种事只能越描越黑 瞬间现场群情激愤要求立刻判她死刑 会计赶紧让梅林闭嘴 因为她这样只会给自己这个辩解律师增加难题 接着会计告诉这个女人 既然当时梅林抱孩子的时候你也在场 为什么不能立刻出面阻止 这说明这件事她也有责任 会计的话让女人无法解释 然后会计又说可能在梅林离开以后精灵已经出手救治 或许孩子此时正在某个世界快乐的生活 会计的话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 但即便这样也不能证明梅林二人不是女巫 所以法官要求休庭明天再审 就这样 梅林二人再次被关进了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 次日天一亮 他们将再次被带去受审 沿途上老百姓们在内心中已经认定二人就是女巫 所以都在耐喊着处死他们 很快 在法庭上最后一位证人到场 他就是当初梅林得罪过的牧师 而他的话在这里也相当有说服力 于是在牧师生情并茂地说完以后 大家一致认为梅林二人就是女巫 法官也准备对他们判处死刑 幸好会计赶紧提出休庭几分钟 这才让事情有了转机 来到房间以后 会计告诉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梅林 那就是他指认旁边的朋友是位女巫 这一切都是梅林被他的巫术误导才会发生 况且这个女人确实用毒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所以会计希望她能担下这个罪责 但梅林不想用这样的方法出卖朋友 他们想商量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法庭根本不给考虑的时间 再次上庭以后 会计希望她按照自己刚才教的说 但梅林最终还是没能出卖朋友 就这样 他们二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就在这时会计掏出手枪想强行救下梅林 但她自己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敌得过这么多人 到这生死攸关的时候梅林也急了 她大骂法官不分青红皂白就判死刑 典型就是一个披着正义的杀人犯 梅林的话也惹怒了法官 在执行死刑以前要先对梅林事宜边形 幸好杰米在这时候赶过来 但由于这里人数太多 她也不能把梅林救出去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 跟梅林一起被判死刑的女人 突然承担了所有罪责 她的话立刻就把梅林的罪名洗清 而且还亮出胳膊上的恶魔印记 可当梅林看到印记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女人也是一个穿越者 因为这是天花的疫苗造成 正在这些古代人被印记吸引的时候 女人让梅林赶紧跑 就这样在杰米的帮助下 梅林总算逃过了被处死的命运 但这个跟她一样穿越过来的女人 就没这么好运了 最终在村民的怒火中 她被处以了死刑 为了让丈夫相信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梅林亮出了自己胳膊上 打疫苗留下的疤痕 因为这种疤痕只有现代人有 而且那个一直追杀他们的兰德队长 梅林也知道她生于何时死于何地 这一切都是她身在现代的丈夫告诉她 听到这里杰米更加傻眼 她没想到自己的妻子竟然还有一个丈夫 不过看梅林说话的表情并不像假 于是她称自己的妻子为外来者 并且答应带她去巨石镇 跟现代的丈夫团聚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梅林 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但没想到认识还不到几个月的丈夫 竟然这么幸运她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杰米起码带着梅林一直往巨石镇的方向打雾 可是距离越近杰米的内心就越是焦虑 因为她也害怕失去妻子 但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很快他们就到了巨石镇的附近 杰米让梅林做好准备 然后二人一起向巨石镇走去 看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梅林有点犹豫了 因为她也不想离开杰米 但自己已经离家太久了 最终在杰米的劝说下 他们一起来到了巨石镇 很快杰米就发现了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头 她问梅林是这块吗 而梅林只是注视着这块石头没有说话 刚才杰米摸了一下并没有反应 她不知道梅林要怎样穿越回去 而梅林为她讲述着上次穿越的经历 手也不自觉的就要去触碰石头 吓得杰米赶紧把她拽了回来 因为她还没做好失去妻子的准备 就这样 两人抱在一起很久 虽然杰米不想妻子离开 但她也不能太自私 考虑很久后 她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看着梅林突然消失 而是会在山下待着 直到再也没有妻子的踪迹 她才会离开 等杰米走后 梅林也坐在石头跟前等待时机 她看着自己手上的两个结婚戒指 每一个都舍不得摘下来 现在的她非常纠结 不知道自己的离开会给杰米造成多大的伤害 正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 突然石头发出了第一次穿越石的怪声 梅林知道机会来了 现在只要她把手放在上面就能穿越 伴随着黑屏镜头转到了杰米这边 突然梅林的声音吓到了她 最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梅林还是决定留下来 现在她跟杰米不想再回到李世城堡 而是前往杰米的老家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路上梅林为她讲述科技时代的飞机 这种不需要扇动翅膀就能飞行的东西 让杰米非常好奇 而梅林也侥幸坐过飞机 她跟杰米讲述着在飞机上俯瞰大地的壮观景色 简直是让她这个古代人羡慕得不得了 就这样 二人很快就来到杰米的老家部落客 而远处的城堡就是她的家 看着自己被迫离开的地方 杰米的脑海中不断地回忆着当初的点点滴滴 如果不是兰德的出现 或许自己现在还在这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而且杰米后来听说 自己被迫离开以后妹妹就怀了兰德的孩子 这件事也是杰米最不能容忍的 来到城堡的时候 妹妹一眼就看到了杰米 久别重逢让他们相互拥抱在一起 可当妹妹把自己儿子介绍给杰米的时候 她却表现得非常康处 因为她觉得这是妹妹和兰德的孽 杰米的话让妹妹非常不舒服 不过她还是忍着怒火告诉哥哥事情 这个孩子是杰米当初的朋友 也就是眼前这个断腿男人的 而且她肚子里的那个也是 杰米这才放下了心中的不满 但让梅林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刚得到的这个便宜丈夫 竟然是这块领地的领主 虽然当初杰米是被兰德队长陷害 不过他们已经想办法通过关系 来洗清自己杀人犯的身份 只要国王的特赦令下来 那杰米就不用再躲躲藏藏的生活 但在此之前他们在领地内 还是要低调行事 其实这几年流亡的杰米始终被一件事困扰 那就是在她离开这里的时候 妹妹是否被兰德队长施暴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她就太对不起妹妹了 看着杰米为这件事困扰这么多年 妹妹也说出了当年的事情 原来在杰米晕过去的时候 兰德确实把她带进房间想要抢来 可妹妹万万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不行 感觉自己不会受到侵犯的妹妹 立刻就开始嘲笑兰德 受到鄙视的兰德愤怒地给了她一巴掌 但这依旧不能阻止妹妹继续嘲笑 虽然最终兰德没有得逞 但妹妹也被这家伙打晕过去 这个结果总算是让杰米释怀了 听着妹妹讲述完以后 杰米也突然想起 兰德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了 当初她被抓走的时候 兰德曾威胁杰米如果想要活命 就要答应她的条件 而这个条件就是杰米要委屈求全地服侍她 这个反转真是让谁都没有想到 就连听故事的梅林都懵了 她没想到还有人想打自己老公的主意 杰米继续讲述这段经历 因为害怕再次被鞭打 她告诉梅林当时自己考虑了这个条件 但是看着兰德邪恶的嘴脸 杰米感觉自己就算屈服了 她也不会放了自己 所以最终她还是拒绝了这个条件 但后果就是无休止地逃亡生涯 新丈夫的遭遇让梅林非常心疼 不过这件事总算是结束了 往后他们也就可以安心地过日子 作为领主的杰米 很快就开始主持了第一次收租的盛会 看着领地内的店户拿来的各种食物和钱财 杰米终于不用在麦肯西家族那里寄人理想 而作为领主夫人的梅林 也终于感受到被古代人尊敬的感觉 但由于杰米的领地规模不大 很多事情都需要她自己亲力亲为 就连水墨房坏了都需要她来维修 但就在她下水去查看的时候 妹妹突然跑了过来 因为她发现了一对红衣军来到了这里 刚好在水中的杰米也看到了 因为她现在还是在逃得罪犯 所以为了不被人发现 妹妹和梅林赶紧坐在杰米的衣服上掩盖 等红衣军过来以后 妹妹赶紧解释自家的墨房坏了 没法提供他们食物为由让这些人离开 但谁也没想到红衣军这么好心 竟然要帮他们修墨房 这可下坏了水中的杰米 就在这人要下水的时候 她赶紧修好转轮 这才避免了红衣军发现她 而梅林和妹妹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等红衣军离开以后 杰米这才敢露出水面 现在他们才意识到 在杰米没有被赦免以前 他们住在这里是有多么的危险 所以不在床上 等她走出房间就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原来几个不认识的人 正拿着手枪顶在杰米的头上 正在她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幸好妹妹及时赶了过来 这才化解了双方的误会 原来这群人是杰米领地内的守卫者 不过由于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所以并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如果不是妹妹拿食物和金钱供养这些人 杰米的领地早就被红衣军糟蹋完了 但养着这样一群亡命之徒也很危险 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为了钱返水 由于杰米刚回到领地 这些人还不知道 他是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 妹妹只能为他编造了一个假身份 不然他们肯定为了赏金去向 红衣军通风报信 就这样 即便杰米和梅林对他们不满 也只能暂时隐藏身份 让他们在这里住上几天 虽然杰米隐忍了下来 但他讨厌这些人的眼神 还是被看了出来 于是其中一个故意 把带着火星的烟灰 磕在稻草车上 就在杰米修马蹄的时候 马车突然着火 接着在这些人的大笑声中 杰米带着村民奋力地扑灭了大火 随后他就去质问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做 没想到这人拿出手枪 就抵在杰米的头上 但酒精沙场的杰米 怎么可能受他威胁 找准机会就跟这人打在了一起 他以一敌众的伸手 刚好被这些人的头目砍了 没想到自己这些手下 竟打不过他一个人 头目立刻就有了招募杰米的想法 但想安定下来的杰米 最终还是拒绝了 可就在他们回到城堡的时候 一个曾经认识杰米的人突然出现 不过这人故意在头目面前 装作不认识杰米 他的出现让杰米心神不宁 因为这人知道自己逃犯的身份 这个消息让梅林立刻紧张起来 不过杰米知道这个人很贪 现在只要等着他来谈条件就行 果然到了晚上 这人就来到了杰米的书房 因为眼红这座城堡和领地 他狮子大开口想要一补风口费 如果杰米答应他就不去 向红一镜告发 不答应就别怪他不客气 因为受制于人杰米同意了他的条件 就在第二天要去交易的时候 杰米拿出了事先说好的金币 但没想到这人不想诚信 还想要杰米再拿出一份 这人的做法也激怒了杰米 他本想从后背拿枪干掉对方 没想到人家早有准备 可就在这时候 杰米的妹夫突然在背后杀了这人 虽然危机暂时解除 但这人的突然消失 肯定引起头目的怀疑 第一晚他们成功把这些人糊弄过去 但是第二天早晨 头目就已经察觉那人的失踪跟杰米有关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杰米也不再隐瞒 把自己逃犯的身份说了出来 本以为头目会抓他去拿赏金 没想到他却邀请杰米加入他们 只要成功完成这次抢劫的任务 那他们就会放过杰米 为了能和梅林过上安定的生活 杰米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次交易 就在他去向妻子和妹妹告别的时候 妹夫不放心 杰米也要跟着一起去 就这样 杰米被迫跟这群亡命之徒一起去抢劫 头目非常欣赏他的身手 所以再次邀请杰米跟自己混下去 而且不管这次任务成不成功 他都表示不会向红一军去告发杰米 可这样的诚意依旧没有打动杰米 因为他已经厌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 很快 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埋伏的地点 但是这个地方实在古怪 正好是一个被伏击的地点 杰米通过询问才知道这个计划 是他杀死那个人提供的 这说明他们都上了那人的当 可现在想通已经晚了 大批的红一军突然包围了这里 在指挥官的一声令下 枪口瞬间对准了杰米等人 一番乱战之后 这些人也生死未卜 忍着产前剧烈阵痛的女人 还要在地上不停地爬行 如果不是梅林这个未来穿越者 强行让他这么做 女人很有可能因为胎位不正 难缠而死 这就是古代人分娩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 好在梅林穿越前学到的专业医学知识 这才让杰米的妹妹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婴 但没等他们来得及高兴 一个噩耗就传了过来 原来被人胁迫去抢劫的杰米和妹妹 因为遇上大批红一军的围剿 他们一行人死伤惨重 虽然妹夫侥幸逃脱 但杰米却生死未卜 为了救出自己的丈夫 梅林决定单枪匹马去劫球车 杰米的妹妹也被嫂子的行为感动 于是她拖着刚生完孩子的虚弱身体 也要跟着梅林一起去救哥哥 就这样 两个弱女子踏上了寻找亲人的路程 妹妹靠着从小学习过的追踪术 很快找到战斗过的第一现场 不过他们翻遍尸体并没有发现杰米 这说明梅林的丈夫还活着 随后妹妹又找到车轮椅 这说明杰米可能已经被捕 两人继续踏上追踪的脚步 不久后 他们就在树林中找到了一对驻扎的红一军 梅林发现球车上只有那个头目并没有杰米 就在二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个通信兵突然离开了营地 只要抓住他就能得知真相 很快妹妹就装作受伤倒在了通信兵的前面 当他下马查看的时候 梅林就从后面控制住 随后两人就开始审问他杰米的行踪 没想到这人实在嘴硬什么都不敢说 无奈妹妹只好用烧红的铁棍落在他的脚上 梅林觉得这样太残忍让妹妹赶紧停手 但不问出结果妹妹怎会罢休 梅林只好求通信兵赶紧说出来 就在妹妹准备再次折磨对方的时候 梅林急忙让他停手 随后就在通信兵的背包中找到一封信 两人打开一看才知道 杰米已经在半路逃跑了 现在既然知道了真相 妹妹觉得必须把通信兵灭口 不然他们二人也会被牵连进去 可到这时候梅林竟然心软了 正在二人为此争吵的时候 杰米的副手出现解决了通信兵 他的到来给了梅林很大的信心 三人商量过后 让妹妹回去照顾孩子 然后由梅林和塔姆继续寻找杰米 等妹妹离开以后 塔姆想到一个找人的好主意 因为杰米现在肯定躲了起来 要想找到他非常难 最好的办法就是吸引他出来 只要他们一路向北走 梅林就在沿途的村落治病救人 因为这个年代的医生很稀有 只要消息传到杰米的耳中 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二人 很快他们就按照计划开始实行 白天梅林给村民看病 晚上塔姆在酒吧跳舞 虽然他的舞姿遭到大家的抵制 但为了找到杰米二人也不在乎形象 就这样 没走到一个村子 他们就在这里干点让人印象深刻的事 顺道打听一下有没有杰米的消息 但时间长塔姆就受不了了 因为这样真的太丢人现眼了 恰巧梅林这时也对塔姆的舞蹈提出了意见 如果他在跳舞的时候能唱歌 或许效果会更好 于是梅林想把现代的歌曲唱给塔姆听 希望他能在跳舞的时候唱 可没想到自己唱完以后 塔姆的眼神就变了 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 以至于这家伙竟然把这个唱歌跳舞的任务 交给了梅林 女人穿越到古代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没想到瞬间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就在梅林在台上卖力演唱的时候 搭档赶紧张开口袋向观众要赏钱 这么挣钱的一幕正好被几个吉普赛人看到 此时的梅林和塔姆还没意识到 他们拿手的歌曲已经被人偷偷学会 就在两人继续走村串香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 正巧在一个村子看到了这群吉普赛人 本来梅林和塔姆还在夸赞他们节目不错的时候 下一刻就发现这群人竟然在翻唱自己的歌曲 这一瞬间梅林都被气蒙了 等表演结束以后 梅林就过来心事问罪 没想到这家伙却认为这首歌谁唱就是谁的 愤怒的塔姆想直接把他给刀了 幸好梅林赶紧拦在前面 解释他选择唱这首歌的目的 原来梅林的丈夫因为被红一军通缉躲了起来 他现在需要靠着这首歌吸引杰米来跟自己团聚 如果他们吉普赛人也唱这首歌 那他的丈夫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自己 可即便梅林说的有多么感人 吉普赛人依旧选择继续唱这首歌 无奈梅林只好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 希望他看在钱的份上让步 吉普赛人这次妥协了 出去以后塔姆说梅林是个傻女人 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吉普赛人不会信守诺言 但梅林还是选择赌上身价去相信对方 因为他真的太爱杰米 只要能找到他哪怕让梅林付出什么都行 就这样他们继续一路向美 美到一个村子都会在当地演出 然后打听杰米的消息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陆地的尽头 看着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海 梅林的心中思绪万千 他们寻找杰米已经这么长时间 却还是了无音许 就在塔姆有了放弃念头的时候 梅林固执地选择了掉头继续表演 因为他知道用这个方法肯定能找到杰米 塔姆也被他的执着打过 决定继续陪着梅林寻找杰米 当他们再次回到村子的时候 那个吉普赛人突然走过来 原来他是告诉梅林自己失言了 因为这段时间他还在不断地唱那首歌挣钱 本来就心情烦闷的梅林真的被气到 塔姆看到后也想拔剑叫去他 但吉普赛人突然说自己收到一个口信 而且信差找的那个人就是梅林 梅林刚问口信是什么 吉普赛人还想狮子大开口要一笔钱 不过这次梅林果断拒绝了他 没想到这人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说出了口信让他们去的地方 塔姆听到这个地名的时候 确信吉普赛人没有说话 因为这个地方只有杰米和少数人知道 梅林激动地感谢了对方 然后马不停蹄地就赶往那里 但是当他们信心满满以为是杰米的时候 进去才发现竟是麦肯西家族的二当家 也就是杰米的旧人 他告诉梅林杰米被捕了 就因为他一直在唱那首歌 这才吸引杰米过去找他 没想到半路遇上了红衣军 现在杰米已经被关进了温特斯监狱 而且传说进到这所监狱的人 没有谁能逃得出来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让梅林无法接受 随后舅舅语重心长地让他放弃救杰米 因为已经不可能救得出来 舅舅让梅林跟自己回去 他不仅会保护梅林 而且还会娶她为妻 舅舅的做法简直不是人 梅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挖外甥的墙角 对于这样没有羞耻心的人来说 梅林果断地拒绝了他 没想到舅舅还是不死心 于是他和梅林对比 自己让手下跟着和他一起去救杰米 如果就出来了 那舅舅不再提起此事 救不出来梅林就要嫁给自己 考虑在三之后 梅林答应了舅舅的条件 因为这是现在救出丈夫的唯一方法 男人即将被执行死刑 仇人却在这时候突然出现救他一命 并且关进地牢后还专门送来丰盛的食物 不是仇人兰德大发善心 而是这个手段残忍的恶魔看上了杰米 其实杰米也知道 这就是他一直追杀自己的原因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兰德会这么执着 现在杰米的死刑已经摆上钉钉 兰德的出现也只是缓行几天而已 不过如果杰米能顺从他的话 那他就可以提供一个有尊严的死法 可这种出卖身体换来的尊严 让杰米犹豫了 正在这时 他的妻子来到这所监狱探监 可由于典狱长不在 梅林和塔姆被安排在办公室等待 其实这个时间来探监 是梅林早就计划好的 因为他打听到典狱长 每天这个时间都会祈祷一个小时 所以这也是他救出杰米的最好机会 等看守离开以后 两人赶紧在办公室寻找求是的钥匙 没想到看守这时候又折仿回来 看到他身上挂着的钥匙 塔姆赶紧出手打晕了对方 拿到钥匙的梅林不敢耽误 立刻就在地牢中开始寻找杰米 可找了很多囚士都没发现丈夫的身影 这是一个老人告诉他 重刑犯都在地下的囚士 梅林可以去那里找找看 而此时的杰米还在跟兰德僵持 看着曾经被自己鞭打过的犯人 兰德很想看看他后背的伤口现在怎么样了 而杰米也同意了让他看 可就在兰德掀开衣服的时候 杰米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在兰德快要窒息的时候 仆人赶紧拿着锤子冲过去救下了他 很快杰米就拿着凳子跟对方打在一起 但手脚被困得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就在杰米快被勒死的时候 兰德一脚就踢在仆人的脸上 仆人瞬间就懵了 没想到主人对杰米这么伤心 别人连碰一下都不行 接着兰德让仆人扶起杰米 他自己则拿起那把锤子 因为杰米反抗的实在激烈 兰德要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很快锤子落下去的瞬间 杰米疼得都发不出声音了 接连几锤下去他的手都变形了 外面的梅林也听到了杰米的惨叫声 他赶紧顺着声音跑过去 而里面的兰德也打累了 他让杰米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剑 随后就带着仆人离开了这里 这一幕正巧被梅林看到 他先是打开了监狱点后门 确定这里是一个逃生通道后 这才把锤子扔掉虚掩大门 随后他就来到杰米的牢房 看着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丈夫 梅林的心都在滴血 他想赶紧打开枷锁救出杰米 可没想到兰德又取而复返 这下好了 丈夫没救出去自己也搭了进来 现在兰德要把他交给仆人去乐呵乐呵 而他自己要去找杰米 可就在这时 梅林突然推开仆人又撞倒兰德 杰米也趁机拿起武器了结了仆人 而兰德则赶紧控制住梅林 他掐着梅林的脖子威胁杰米 如果再不答应就掐死他 看着妻子命悬一现 杰米最终还是妥协了 不过前提条件是兰德要放了梅林 只要杰米能答应他的条件 让兰德做什么都愿意 很快他就带着梅林来到监狱的走廊 然后一把将他推了下去 这里是一个死人才能离开的通道 兰德兑现诺言放走了梅林 但等待杰米的将是他这辈子最黑暗的一遍 门后传出的怪声勾引着男人慢慢靠近 等他打开小窗查看的时候 一群牛竟然迎面撞了上来 在这种绝对力量面前渺小的人类瞬间被震晕过去 而冲进监狱的牛群顺着通道就横冲直撞 身后跟着劫狱的几人也赶紧趁机寻找被囚禁的杰米 等到牛群开始扰乱预警的时候 这些人已经带着杰米逃了出去 等待接应的梅林很快就看到了载着丈夫的马车 他激动地赶紧冲上去查看杰米的伤势 没想到清醒过来的丈夫竟把妻子认成懒德 一把就掐住了梅林的脖子 幸好同伴赶紧出手 这才就下了梅林 现在的杰米已经被折磨得出现了幻觉 为了不在这里耽误时间 众人赶紧按计划逃到一个修道院 不然等红衣军反应过来 他们这些人都跑不掉 很快在修道院修饰的帮助下 梅林开始为丈夫治疗伤口 但现在的问题是她的外伤好意 心里的创伤却无从下手 因为在杰米被救以前 兰德对她采取了最残暴的折磨方式 由于这个变态实在爱得太深 受伤严重的杰米就这样被她轻易得到手 因为自己这不堪入目的遭遇 导致被解救出来的杰米始终不能适回来 几天下来一口饭都吃不进去 不仅梅林对此束手无策 就连战友们对此都非常担心 塔姆想单独劝劝她 可这件事已经成为杰米的心理 现在的她只想尽快了结了自己 恰好此时的眼线慌忙地赶回来 因为她在附近发现了红衣军的身影 这说明修道院已经不再安全 他们必须尽快计划逃跑的路线 但杰米的情况始终不见好转 再这样下去她不仅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也会因此拖累大家 塔姆希望梅林能够想想办法 仔细考虑过后 梅林决定用点激烈的手段刺激杰米 谁知这时的杰米又出现幻觉 再次把梅林认成了兰德 而梅林也不再惯着她 几个大巴掌就打在杰米的脸上 就这样闹腾一会 杰米逐渐冷静了下来 梅林开始讲述着他们的曾经 想要慢慢唤起她的求生欲 很快杰米冰冷的内心就被妻子的爱卵化 由于身上被兰德打伤烙印 杰米忍着剧痛让塔姆帮她清掉 烙印被去除以后也代表着重生 经过大家一致决定 梅林和杰米要离开苏格兰前往法国 或许新的环境能更快治愈杰米心中的伤痛 看着这些照顾了自己八个月的麦腾西家子 梅林表示由衷的感谢 曾经为了自己和杰米他们经常涉嫌 这些事梅林都记在了心中 希望哪天回来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报答他们的恩情 告别完以后 梅林夫妻俩带着塔姆就坐上小船 他们即将登上前往法国的商船 这时的杰米看上去精神焕发 但梅林知道兰德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 为了让杰米不再乱想 梅林决定告诉他一件喜事 那就是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直接把杰米听得愣住 因为他记得梅林曾说过他有不孕的病 本来已经放弃当父亲的杰米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 现在他们前往法国或许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梅林已经决定改变历史 他知道两年后苏格兰会有一场大战 他希望自己这个穿越者 能够跟丈夫一起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 这样一来就能挽救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苏格兰人 我们在坏仰 450米炸 赤白痴